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太福音十三章 四十四节 十三章里四十四节 好的 咱们一同开声来朗读这一节经文 先朗读这一节 一 二 天国好笑好背 藏在地里 人欲见到就万大送之在 滑滑滑稀息地去遍卖 满满一切和修了 满满家之一 好 感谢主的神殿我们一同来闭牧 现在天父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保守了我们 使这里头你自己的教会处理了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不是突然 因为你爱这里的弟兄姊妹 是他们甘心乐意接待各道 并且把这道不看成是人的道 乃是看成是主的道 这的确是主的道 不是人的道 就求你在这里做引导做带领的工作 使这里的弟兄姊妹更加清楚明白你的救恩 并且将得救的数目加赞给你自己的教会 按照你的旨意来带领这里的弟兄姊妹 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复兴起他们的心灵 使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从火热的心来扶持你 求你保守今天的聚会 把弟兄姊妹交在你大脑的手中 求主你康顾保守 使弟兄姊妹能够静静地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话 出去魔鬼对你众儿女的搅扰和拦阻 把一切搅扰的灵从这里头驱逐出气 使你众儿女能够静静地安静在主你的面前 听你从天上来的生命的良 就求你将生命的良交贯来赐给我们 将活水交贯给我们 使我们今天听见你的道就晓得 看见了就明白 因为我们是你必定拣选的儿女 祝你必须叫这群儿女更加地明白你的话 就求你来保守我们 将充足的信心赐给我们 使我们有信心与你所赐给我们的道向调和 感谢赞美慈悲的阿爸夫神 感谢你带领这里的教会 使这里的教会能够渐渐地增长 能够长成蛮有基督的身量 使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长成蛮有基督的身量 使他们能够欢欢喜喜领受你从天上来的话 就求你将这话存在他们心中 使他们能够指使之中来接受主你的话 将他们的信心一时保持到主你来的日子 使他们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地守住这道 就求你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主你的盘石上 风吹雨淋水冲 撞到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 就求你保守今天这一点的时间 大胆地四处提醒姊妹的心灵 听我的祷告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我讲到了比喻的目的 上一个站点我讲到了 为什么神经常见了耶稣基督 用比喻来讲话 比喻圣经里有这样的语法 用比喻的语法 还有用预表的语法 还有用什么讽刺的话 他用责备的话语 劝勉的话语 这些都是为了叫属神的人 更加的清楚知道他的救恩 所以比喻对仇敌来说 对那些抵挡救恩的人来说 就是谜语 谜语 对我们来说是通俗易懂 通不通俗啊 通俗易懂 通俗易懂 什么叫通俗易懂呢 耶稣经常用俗语说 用俗语来比作天国的奥秘 属灵的奥秘 因为这属灵的奥秘只教我们知晓 至于别人上帝不让他们知晓 只教我们这群属于神的儿女知晓 因为那些人不属于神的儿女 对他们来说那话就是封闭的 就是谜语 神不让他知道 对我们来说呢 上帝用俗语 经常用俗语来说 比如说 撒种的比喻 撒种这件事是 是族上所做的事情 似乎是跟属灵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耶稣基督却用这个浅显的比喻 来说明深奥的道理 要把天国深奥的道理 用地上浅显的道理 把它讲说出来 用比喻的方法讲说出来 这样的 叫所神的人更加的清楚 叫所神的人更加的明白 对那些仇敌来说呢 他们看见比喻就等于谜语一样 就是猜谜语一样 他猜不到 对不对 所以呢 很多的人讲话 讲道 他用字句来讲 他为什么用字句来讲 因为他不明白这里的谜语 他不明白这里的比喻 所以他就用字句来讲 一讲就讲错了是不是 他为什么会讲错呢 因为这群人不是上帝兴起的 我上一个点已经讲到了 这群人是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一些师父 掩耳不听真道的那股 所以上帝呢 因为他抵挡真道 不听真道 上帝就用比喻 这用比喻 在他来说 就是什么 谜语 就像打谜语一样 他听不懂 神为什么要叫他们听不懂呢 神不说 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不愿有一人沉沦吗 难道神手有什么偏心吗 不 上一堂我们讲到了 关乎 拜的卖的比喻 有一群人 从外观看 他是人 实际上呢 他不是人 他是什么 鬼 鬼 鬼 那么 从外观看 他是个什么 人 他怎么来的呢 所以耶稣就用拜的卖的比喻 用后裔 女人的后裔 是不是啊 还有男人的后裔 还有魔鬼的后裔 这样的后裔 来代表人的儿子 神的儿子 还有鬼的儿子 还有鬼的儿子 是不是啊 你从外观看 他是个人 其实他是由谁来的 由鬼来的 由鬼来的 所以称之为 蛇的后裔 蛇有没有后裔 在创世纪 蛇的后裔 那后裔谁撒进去种子呢 蛇有没有 蛇有没有 所以耶稣在这里 蛇 麦子麦子 比喻的中间呢 就提到了这件事 他说 用这个来表明什么呢 那田主的主人呢 是不是啊 田地的主人 撒好种子 在田里 大家回去睡觉的时候 夜间仇敌来 为什么夜间 夜间就黑暗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打者的时候 灵力不警醒的时候 灵力不警醒的时候 这时候仇敌呢 就把 灰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等到 发苗吐瞬的时候 灰子显露出来了 麦子也出来了 灰子也出来了 最后呢 这个主人的仆人就问 田主说 怎么会有这事呢 这从哪来的灰子呢 你不是撒了好种子 怎么出来灰子的呢 他就 就废解 是不是啊 这世界上 不是都是神造的人吗 怎么出来有鬼人了 是不是啊 就不解 就废解 怎么出来鬼了呢 耶稣明明对于门徒说 我不是拣选你们中间十二个吗 十二个门徒吗 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是不是是魔鬼 是是魔鬼 耶稣没有说像魔鬼 也没有说 你们中间有一个蜀魔鬼 而是说 你们中间有个是魔鬼 那么犹大 从人眼里看 是不是一个人 是个人 但今天这个人呢 是怎么来的人呢 怎么来的 鬼来 鬼撒进走的 你不要以为今天 我们夫妻俩结婚了 生下一个一定是神 将来一定监选的人 因为鬼会在这里做一件事情 干什么呢 魔鬼在干什么呢 怀态了 是不是 如果魔鬼 他用 私欲一怀态 就生出什么 罪 罪了 那么这个人就叫什么人 罪人 罪去讲常就生出什么 死 死后且有什么 所以魔鬼用私欲在这里面也可以怀态 也可以生出来一个 人的样子 外面是人样子 里面却是什么 残暴的狼 这是耶稣说的话 外面却披着一个人皮 里面却是什么 残暴的狼 他有一个人形 这就叫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最后呢 就供魔鬼使用 这个人呢 外形是人 但魔鬼说认识他 是属他的人 什么人呢 鬼人 那么我们今天呢 从起初就与神同在 神减少了我们 在创立世界以前 还没有世界以前 就有了我们 耶稣说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 中途亚当八五带到罪品 但我们还是属神的人 叫什么人呢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今天蒙救赎 他不能蒙救赎 神并不救罢天使 乃是救罢亚伯拉罕的后裔 什么叫亚伯拉罕的后裔 起初就是属神的 就叫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凭着信心的 魔鬼的后裔不凭信心 他今天在教会中间 在渗透了许多的 谁个 鬼人 在教会里面渗透这些人 这些人干什么呢 专门做敌党真道的工作 是不是 做魔鬼的工作 所以成为魔鬼的什么 是不是 在让魔鬼的什么 财 复兵役的 财 财 从外观看他是个人 其实他帮谁做事 帮魔鬼做事 所以他叫什么 魔鬼的财医 这是圣经的 多处请我说 魔鬼的财医 是吧 他也装作光灵的 天使 目的是诱惑人的眼睛 叫人相信 他的是正确的 所以他们也在搞敬虔 外貌敬虔 就这群人在教会中间 可不可怕 耶稣十二个使徒中间 出现一个 那么全世界的教会中间 有多少魔鬼的耳语 魔鬼的后裔 渗入到教会中间了 而且在教会中间 当一把手 掌权的 我讲过黑暗掌权了 就指他在教会中间掌权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啊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先识破他的轨迹 今天我们讲到 我在里面这也用第一来讲 但是接着上面那个讲 用第一讲天国宝贝的比喻 那个呢我已经讲过了 弟兄姊妹详细地再看就行了 以后呢 弟兄姊妹等我们上传的时候 弟兄姊妹再详细地看 比喻 通俗易懂 是不是啊 对于属神的人信的人为宝贵 耶稣用比喻 在旧约里就经常用比喻 新约里的他经常用比喻 所以我们要把比喻和预表 这样把它分开 是不是啊 比喻 还有什么呢 预表 预表 它不是一个个事 还有什么呢 预言 是不是啊 你看 比喻 比喻 就是用一件事情 来比另一件事情 这叫比喻 来说明另一件事情 这叫比喻 预表 预表 是用在旧约里头 这人还没出现 预先 用一件事 来预表另一件事 来表明另一件事 来预表另一件事 这叫预表 比喻不是的 比喻是 用这一件事情 是吧 来比做另一件事情 预表是还没有出现的 预先把它表明出来 就用一件事情 预先把它表明出来 比如说 亚当不是基督 但预表基督 对不对 这叫预表 预言呢 预先 把这件事说出来 把这件事说出来 这叫预言 预是话语 是不是 预是预先 比如说 基督将来要来 这是什么 预表 预表是预言 预言 基督将来必要来 所以这是预言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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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华 对蛇说 是不是 你必要受咒诅 是蛇要受咒诅 是魔鬼要受咒诅 用蛇来预表是魔鬼 但蛇不是魔鬼 如果全天下蛇都是魔鬼的话 那么都成形了 魔鬼都成形了 蛇本身不是魔鬼 就是这样 比喻 拜的比作地狱之死 卖的比作天国之死 所以这是 用这个来比 用拜的卖的来比 比喻呢 地狱之死和天国之死 所以这叫什么呢 比喻 会把比喻呢 和预表预言 这三件事情把它区分开 能不能区分开来 那区分开来 这个是用一个尸体 来干什么呢 来怎样 来说明另一件事 用一个尸体说明另一件事 这个是用一个尸体来表 来预表的 预先 还没出现呢 预先 提前的 这就 说明后来的事 这个是什么 用一句话 这言是一句话 来预先的说出来 比如说 基督带来 是不是预言 是预言 将来圣徒要复活 身体得出 是不是预言 这东西是预言 将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 是不是预言 因为没发生的事情 预先说出来 这叫预言 没发生的事情 预先表达出来 这叫什么 用一件事就表达另一件事 这叫预先表达 没发生的 就表达出来 对不对 亚当乃是以后要来吃人的预想 亚当是不是基督 不是基督 预表基督 你啥是不是基督 预表基督是 是吧 预表着 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儿子 这叫预表 预先表明 预先说出来 这叫预言 预先表明 这叫预表 是不是 我为了 不是预先的 我为了说明这杯子是什么样的 我用比喻 比座这杯子 这叫什么 比喻 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听 表明清楚 所以 这预 这比喻呢 在旧约里 多处今晚称之为什么 谜 人听不懂 包括今天的使徒都听不懂 耶稣讲半个慢的比喻 今天你懂不懂 你能不能听懂 你能听懂 那么当时使徒为什么不明白 因为使徒有没有圣灵 没有圣灵 对他们来说 耶稣讲的话就是什么 灵 所以神开启谁的心窍 谁的心窍就被开启 神不开启谁的心窍 所以当时又看见这个 里面没有圣灵的人 他就把它看成是灵 所以呢 为什么有许多人 用字句写去 一写就错 一写就错呀 很多的人 拿天国的比喻 当成地上的事 是不是 拿生命之道 当成生活之道 开口就讲错 一直到末尾都是错的 就因为他不知道这里的 谜语 他不知道这里的 经意 所以耶稣就是当时用比喻 比喻是 叫他们听时听见 却不晓得 看时看见 却不明白 免得 他们耳朵 听见了 眼睛看见 心里就明白过来 我便医治他 免得 免得就是恐怕 恐怕就是什么 神不让 为什么不让 因为他是属谁的 出鬼的 出鬼的 那么神并不救拔天使 这句话 正在这上面显明出来 神并不救拔天使 西班牙卓说 神并不救拔天使 这句话 就在比喻上显明出来 这比喻对基督徒来说 在信的人来说是宝贵的 对不信的人来说 就是他们的绊脚石 是不是他们绊脚石啊 就是犹太人的绊脚石 耶稣今天出生 对犹太人来说就是绊脚石 对外方人说就是我们的洗年 对他们来说 对犹太人来说就是他们的灾年 原因是因为他听不懂 他一听不懂他就开始抵挡 就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就把耶稣就是定十字架 所以神就叫他们的心刚硬 一直刚硬到 外邦人的树木填满为止 他们的祖宗历史历史历史 就是杀先知 他为什么要杀先知呢 因为先知讲的话 跟他们祖宗所说的话 所敬拜的 是不是啊 和他们祖宗遗传不一样 所以他就逼迫中先知 从加伯的血 直到撒加利亚的血 都要定这世代人的罪 因为他不明白 他就抵挡 所以耶稣来了 多重有比 就是叫他们不明白 神怕他们得救 神怕不属神的人得救 他也不能得救 也不让他得救 神愿万人都得救 是叫那些 愿意属神的人都得救 对不对 好 再看 天国的 宝贝的比喻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天国呀 好像什么呢 这天国 就指天国的那个宝贝就是基督 天国的宝贝 天国的宝贝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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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不是 但他比宝贝 宝不宝 更宝 因为宝贝 达不到的他能达到 他能叫人得永生 他能除去人的罪 他能叫人成为神的儿子 他能叫人生天 进到神的国度里 是不是 他能叫人进入天堂 所以他说天国 那么今天 如果天国没有基督了 那就不叫天国了 天国的宝贝就指谁说的 基督说的 他藏在哪里呢 藏在哪里呢 藏在地理 为什么说藏在地理 什么意思 藏在地理代表什么 来到世间 藏在地理 指什么 指基督 道出了肉身 人看他是属地的 不过是个人 人是指基督 锈 道成什么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所以藏在地理 就是说 他来到人间了 道成肉身 成为人的样子 知不知道 就是指他成为 成为人的样子 成为人的样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成为最深的形状 是不是 他成为人的样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被卫生了人子 所以如同藏在地上一样 你要想得到他 怎么才能得到他呢 耶稣就说道成肉身这位主 如同藏起来一样 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一个神成了人形 如同藏起来一样 很难 被人认识 很难 被人知道 大灾境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这句话的意思 一定要解释成什么呢 没有人发现他 是不是 他太渺小了 无人发现他 他确实天国的宝贝 藏在地里指着基督道成肉身说的 指着基督成为人的样子 指着基督成为最深的形状 很难被人发现 所以如同藏起来一样 你要想得到这位道成肉身的宿 这个变卖所有的 是不是 把他买来 什么叫变卖所有的呢 就是丢掉所有的 弃掉所有的 变卖是弃掉的意思 因此说 舍己被其他的使家来跟踪我 变卖所有的 变卖 变卖是什么意思 人遇见他 就把他收藏起来 收藏 把他收藏起来 收藏代表什么 宝贝啊 在入世中的宝贝 很难被人发现 有宝贝放在瓦器里 收藏起来 代表什么 代表着 接受救恩 是不是 代表接受他 收藏起来 把这宝贝收藏起来 就是把基督接到你心里 接待基督 是不是接待基督啊 收藏起来 就是代表 人把基督接到心里来 不接到心里来 那么这个宝贝是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所以他是名语 很难被人明白 就以为人从这边意思 他 天国有宝贝 藏在哪里 藏在地里 地是下面的意思 出土了 是不是 藏在地里 耶稣基督 今天道出入神 来到世上 人就像一杯宝 就像 见到宝贝一样 那么稀罕 那么稀奇 那么喜欢 所以呢 这里面说 人一遇见了 就把它收藏起来 宽宽稀奇的 去变卖 一切所有 变卖 他的地里是 在地里 就是耶稣道成的 在地上 属地的样子 最深的形状 人的样子 是不是 他有最深的 最深的什么 形状 所以人 今天 很难 辨认 他就是基督 犹太人 为什么把耶稣基督定死 就是因为 看他的 碎身的形状 甚至比我们 在世上的人 长得还不好 并无家行 美 长经幽幻 面容扣高的 还是一个穷 约瑟木将家的儿子 他怎么就是耶稣呢 他怎么就是 救世主呢 所以 人很难发现 这个宝贝 是不是 天国 如果 他不是藏在地狱的 人都很容易发现 一说藏在地狱 就是什么 他隐藏在肉身中 他隐藏在人形中 人很难发现 他 他用人形 而向人 全世界人 显现的 所以是藏的 一说藏的呢 就不容易怎么样 容易发现 不容易发现 一说藏的 就不容易发现 如果显明的 就很容易发现 对不对 很难被人发现 藏起来 藏在地狱 基督道中 肉身 很难被人发现 所以这 是不是谜语 如果你里面没有圣灵 你不知道 耶稣就是基督 如果今天 我们不被圣灵引导 圣灵感动 我们就不会 发现 耶稣就是救世主 他就是那天国的宝贝 他就是上帝赐给我们 唯一的宝贝 他宝贝 宝到什么程度 你这一生 你得到这宝贝 你哪怕把所有的都没有 实现上所有的都没有 能够拦住你认识耶稣基督 都得清张 那些障碍物都得把它清除出去 为了得到基督 是不是 所以说变卖所有的 为什么要变卖所有的呢 你不变卖所有 这个变卖各种的关键 现在呢 你要想把它收藏起来 现在你发现在天地里有宝贝 这块地有宝贝 是不是 这是耶稣做一个比例 就得憋在所有的 買下這塊田地手上 表明什麼? 表明 凡能攔阻我們 認識耶穌 得到耶穌的那些東西 都得把它怎樣? 表明 凡能攔阻我們 接受幾度 認識幾度 凡能攔阻我們 接受幾度 認識幾度 這些東西 都得抽掉 變賣就是把它賣掉 賣掉就是把它換成錢了 換成錢不為目的 要把這塊田地買出來為目的 原因這塊田不重要 而是田地裡的寶貝重不重要? 田地裡的寶貝重不重要? 攔阻我們 接受幾度 認識幾度 都要把它什麼? 都要抽掉 為什麼今天要這樣抽掉? 耶穌說 人若跟從我就當舍己 是不是? 背起他的十字架來怎樣? 跟從我 舍己 那麼我的幾籃不攔阻我認識幾度呢? 攔阻 背起他的十字架 喪掉自己生命 那麼自己生命 攔不攔阻我認識幾度呢? 攔阻 只要從老亞當來的東西 都得把它變賣 這就是說 變賣 所有的買相 這塊地 表明 攔阻我們 接受幾度 認識幾度 都要怎樣? 出教 比如說 我們今天 在我們面前就發生了這件事 一個人專門一天給別人家耕地為生 耕田地 我們那段耕地啊 它那山特別大 竟在山上耕地 有一天他給別人家耕地 框間的這個梨啊 那個滑子就插進一個石板裡頭 推也推不回來 牛往前使勁 牛也拉不動了 梨也站在那個地方 這梨想拿下來也不容易 所以 它不得已的 絕對把牛卸下來 把這梨它抽出來 抽出來 它這個石板很奇德 那麼大一塊石板 它就翻開 裡面就有 我們這邊交工 裡面就有個大缸 缸裡裝的全是金元寶 全是金元寶裡 一翻開了黃土 是不是 黃黃的金元寶 這一缸全是金元寶 金元寶 你們看過嗎 這麼大 這麼長 是不是 有點像餃子那個型的 元寶型的 你這一缸全是 它是以離地為生的 一下就預先這麼一缸 金元寶 這缸啊 我不知道你們這邊有沒有這種缸 亮起啊 外面是亮的做的 燒出來的是亮的 裡面這一缸全是金元寶 上面就是大聲的蓋著 所以它正好它離地的時候 啪就離到那個地方 就把那個石頭 半絕不絕就在那個地方 露出個口 它自己扒還扒不動 最後它就沒辦法了 它就用一個牛那個身上那個套 那個後邊有一個東西 就把它撅 把它撅開來 翻開裡面 一彈緊的 滿滿的 全是金元寶 它最後就把那石頭又放在原位上 用土把那個缸就給擺起來 買完了之後 它就把牛就牽回來 把梨也弄回來 就問這個家 只有田地這個三坡地這個人家說 我想買你那三坡地 那塊地 我想摘樹 他說那三坡地你買 那能吃多少錢 給你得了吧 不 他說我花錢買 我給你一千塊錢吧 他給他一千塊錢 就把那田地買 他說這太多了 給一千塊錢 那地不值一千塊錢 這那麼一小塊地 地小不小 小 但地小裡邊 這金子小不小 少不少 那地裡要打莊家一年能打多少錢 不到半個地的 能打多少錢 就賣莊家能賣多少錢 是不是啊 但他就賣給他了 這一賣給他 成為誰的地了 成為他自己的地了 因為他還沒變賣所有的 就拿一千塊錢就把這地買回來 好不好 買下來了 買下來了 我現在這個地 我又要幹什麼就幹什麼 這個傢伙晚上去了 把這個石頭和他妻子就把它翻開了 翻開了 用車把那金子裝到車上 那一缸金子裝到車上 連夜逃跑 家裡的房子都不要連夜逃跑 家裡的特房子也不值錢 是不是啊 這一缸金子值不值錢 如果他不連夜跑 一旦被人發現了壞 他連夜逃跑了 得不得到 得到 誰家的地 別人家的地 他買來了 一族也告訴你 要變賣所有的 你家裡不沒錢的嗎 你變賣所有的 你怎麼才能有錢 你變賣所有的 你就有信心 錢是什麼 信心 是不是啊 那麼錢呢 錢呢就是信心 變賣所有的 所有的把它變成什麼呢 變成錢 錢就是信心 你買東西得有錢 是不是啊 錢是 信心 變賣所有的 變賣所有的 用信心 買下來這塊田地 這塊田地裡有基督耶穌 是不是啊 耶穌就隱藏在這塊地裡 但很難被人發現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你家裡所有的 都沒有耶穌基督 這塊田地更值錢 是不是啊 你變賣所有的 這塊田地就是你的心 田地是不是心 買下這塊田地 田地代表你的 這塊地代表你的心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買下來 你的心買了的時候呢 耶穌基督就在你口裡 正在你哪裡啊 心裡 正在你口裡 正在你口裡 在你心裡 什麼沒什麼 正在你口裡 這道在離你牧原 正在你口裡 在你心裡 就是我們所傳信種的道 我們口裡認耶穌為主 心裡信神 叫大眾死裡復活 救必得救 把這塊田地買下來 真正的買下來 這塊田地 賣出去了 今天要把它買回來 基督就在你心裡頭 好不好 賣出去了 原來是 這塊田地可能就是你的 但賣出去了 要把它買回來 是不是啊 把它買回來 賣給誰了 賣給誰了 因為要把它買回來 把它買回來 買完了之後呢 這裡有寶貝 那麼就是 等於 把這個寶貝買回來 把這個田地得到了 把你的心得到了 你今天得到你自己的心了 你就得到誰的心了 崔獨的心了 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今天 買地很關鍵 買地很關鍵 在路德記裡頭 曾經瓜絲 也買過了 一粒美樂的田地 和它一切所有都買回來 買沒買 買沒買 買過這個田地 所以在聖經裡面熟地 這熟就是買的意思 這塊田地當你發現了一粒寶貝 你一定會把它買回來 好不好 天國好像寶貝 藏在哪裡啊 藏在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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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寶貝 有寶貝放在瓦氣裡 要顯明這個莫大的能力 這寶貝就是 基督說的 放在這個瓦氣裡 放在這個田地裡 但它沒顯明出來 人就不知道 但這個寶貝必要把它顯明出來 寶貝放在瓦氣裡顯明出來 莫大能力才是出於神 而不是出於我們 今天何等重要 你得到了基督 就等於得到生命了 你要沒得到基督 等於沒得到生命 你沒有買下這個田地 等於得不到基督 你買下這個田地 等於把基督也得到 用信心 是不是啊 用信心贖回這塊田地 用信心接受耶穌基督 來收回這塊田地 收回什麼 收回我們的命 收回我們的生命 就得到 田地中間的寶貝基督 得到他的生命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對不對 我們看 哥羅西書第三章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第三章 第三章 這是形容天國啊 形容天國 形容天國 好的嗎 這是比喻天國 這是天國的比喻 面教也是天國的比喻 它不是其他的比喻 第三節 哥羅西書第三章 第三節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 你們的生命 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你得回你的生命 就等於把你的生命 和基督一同藏在哪裡啊 神裡面 現在藏起來 有地裡買出來的 藏到哪裡去了 藏到神裡面 藏到神裡面 原來在地上買出來的 藏到天上 藏到神裡面 原來是藏在哪裡 地裡頭 現在藏到哪裡去了 你和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同樣是兩個藏 一個藏是藏在地裡 一個藏是藏在神裡面 你為什麼要把它買出來 就是因為它在哪裡藏著 你的生命 同時在基督耶穌裡面 你要把這塊田地買出來 得到了這塊田地的寶貝 就是得到你自己的生命 基督現在是我的生命 同時我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 是連帶在一起的 基督在哪裡你就在哪裡 你需要把它買回來 用什麼買 用信心買 是不是 錢就是你的信心 買下這塊田地 就等於買下了 耶穌基督 用信心把耶穌基督接收起來 這就等於買了 不用錢是用什麼呢 是用信心 我接受耶穌基督 就等於買下這塊田地 我不接受耶穌基督 就等於我沒買下這塊田地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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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才買 憑信心買 有人買不了這塊田地 因為他沒那能力 他買不了 他說我家裡還有五對牛 我家裡還有剛娶的雞 我家裡還有剛娶的雞 我家裡還有做買賣了 我家裡還有做買賣了 都不難接受 沒有發現這個有寶貝 假如這個家主要發現了自己田地裡有寶貝 他會不會賣 他不會賣 不會賣 假如今天你沒發現這塊田地有寶貝 你會不會買這個田地 什麼樣的人才發現了 今天真正要尋求的人 尋寶的人才能發現寶 但這個人是無意中間看見的 因為離地看見的 是不是 他在離地中間突然發現了 這也是出於什麼 他發現了就把他買起來 今天你發沒發現 發沒發現耶穌是寶貝 發沒發現基督是我的生命 如果發現基督是你的生命 我生命太短暂了 我必須跟那個 永遠活著的主連帶在一起 他的生命是寶貴的 他是永生的生命 我天天就 擔憂我的生命 要離開這個世界 我的生命就結束了 但我告訴你 今天上帝告訴你一個方法 跟那個永恆的生命連帶在一起 他是寶貝 他比地上的金銀財寶更寶貝 好不好 你要跟他連帶 就等於把這塊田地買進來 當你有信心 接受主耶穌基督 就等於擺在這塊田地 當你沒有信心 不接受耶穌基督 這塊田地幾乎 有這塊田地裡面有寶貝 也不是你的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不是啊 你今天要的是 田地中間的寶貝 不是要那塊田地 而是要寶貝 你買下這個田地 目的是要得什麼 基督是我的生命 等他顯現的時候 你好與他一同顯現在哪裡啊 榮耀裡 榮耀裡 是不是啊 我怎麼才能顯現在榮耀裡呢 神師父要教我將來 一同顯現在榮耀裡啊 那我今天必須 基督是我的生命 基督是我的生命 對不對 買了這個田地 基督是不是你的生命 是 基督就是你的生命 沒買的時候 基督不是你的 先買 是不是 買下 這塊地 人肉 發現了這塊田地有寶貝 是吧 買下這塊田地 買下這塊地 第一是什麼 發現 誰來買 發現者來買 發現這塊地裡有什麼 有寶貝 然後呢 變賣所有的 他家裡沒那麼多錢 他怎麼辦 變賣所有的 那麼耶穌說 你在 沒有蓋房子以前 你先預備好什麼 花修 是不是啊 你必須先預備好錢 然後呢 才能蓋房子 那麼你沒買田地以前 你發現那田地有寶貝 你怎麼辦 你把不重要的給它變賣 你去買那個重要的 也就是說你把哪個看重要 是把你家裡這些破破爛爛爛爛的看重要的 還是要變賣你家破爛爛爛去買這個好的 這田地好不好 好在哪裏 有寶貝 有寶貝 是不是啊 正因為他有寶貝 他是好的 正因為他是好的 重不重要 重不重要 重不重貝 所以你要買它 你要買在這塊地 得到的是誰 基督的生命 所以他寫現在的時候 你好跟他一同寫現在哪裡啊 你不買在這塊田地 你不在他的人藥裡 賣掉次藥是買重要的 這是一個比例 就是今天 我不能因為次藥呢 影響了我得基督的這個寶貝 隔幾天那掙兩百塊錢 隔幾天那掙三百塊錢 我的心全在被哪兒 被這世界不重要的事情 給我牽扯到 我沒有為基督的這個寶貝 是不是啊 基督的錢 而是為四象避窮外的生命 基督的 耶穌說 你基督什麼 基督的財寶在哪裡 在天上 在天上 不要基督的財寶在哪裡 地上 地上的財寶是暫時的 賣掉了地上的財寶 去買天成的財寶 有錢的人進生活 比骆驊穿過真眼還什麼 因為他自己在地上已經滿足了 所以他不追求天上好處 只追求地上肉體的好處 這樣的基督徒多不多 全追求肉體的好處 肉體的享受 但肉體的享受 對於這塊寶貝來說 那都是什麼 垃圾 是不是垃圾啊 今天追求垃圾的多不多 所以世人呢他們都在謀算 虛妄的事啊 都在謀算了 吃的好喝的好 住著好享受 好羊柔 開著好汽車 什麼樣 都想著這些事情 贏不影響 你得對這個寶貝 基督就是寶貝 我要把基督生命得著 對不對 那麼這些東西我就得把它除掉 把它賣掉 當你賣掉這些沒有分心的事情 你就來接受耶穌了 這是接受的意思 買是用信心接受耶穌的意思 對不對 當我買下這塊田地 是不是啊 買下耶穌基督 這個買不是買 是接受的意思 買田地就是買下我的信 就能得到基督了 一生果囂有哪發揮的 西方 西方 那個田地 並不是田地 而是基督 撒種的比喻 說那種撒在哪裡了 肥沃的土地 是不是啊 有人為什麼沒能接觸子力來 就是因為他那種子撒在經濟 還有撒在路旁被魔鬼把它吃了 受傷 還有撒在哪裡的 石頭前的土地上 發芽最快 這樣的人多不多 耶穌說這四種比喻 全天下的教會中間 就有這種 這四種人 一種人是什麼 撒在路旁的 清天道 隨後走了 魔鬼就把道折去了 一點都沒有 不能得救 第二種人撒在哪裡的 石頭前的土地上 在石頭前的土地上 是代表什麼 人當時歡喜領受 是不是 即使為道遇見的逼迫 就退卻了 這是石頭前的土地 那麼第三種呢 就是撒在經濟裡 撒在經濟裡是什麼樣的人呢 被精神的思慮 錢財和享受擂住了 不能變賣這些所有 都得被這些東西擂住了 形容出成熟的子力來 表明什麼 人聽見得到了 是吧 當時歡喜領受 一頭就砸起世界了 有沒有這種人 有 一頭就砸起世界了 就開始在地上 大肆賺錢了 沒有幾乎聽到 他能夠買下這塊田地嗎 沒有 精神成熟的子力來 一頭就砸起世界了 這樣的信徒是多的事情 開始賺錢 想要買房子 還要買好機車 想要買好洋房 想要更好的生活 有沒有這種人 如果你聽見我講 所講的道 一頭砸起世界 說明你根本 壓根就沒有路 這個道沒路 他的心 是不是啊 如果真正道路的你的心 你就變賣所有 這些都不重要 把不重要的全部除掉 要去買那個重要的 好不好 什麼不重要 生活不重要 吃的不重要 穿的不重要 變賣這些 是不是啊 變賣是什麼 變相的 把它賣掉 是一種變賣 變賣是變相的賣掉 怎麼變相賣掉 什麼叫賣掉 買下這塊田地 給轉換了 把那東西轉換成什麼 錢 錢就是什麼 信心 買下這塊田地 先把我的心先歸回 好不好 買下是歸回的意思 歸回 那麼基督就在這塊田地 是不是啊 基督就住進你心裡 這就等於 這寶貝藏在哪裡了 藏在這個地裡 好不好 這真正的買下 是真正的 這些事情都沒有 是不是 希伯萊塚那裡有很多的人 他們並不是在地上得到什麼的 他們都是在變賣 吃的好嗎 不好 喝的好嗎 不好 用的好嗎 不好 你看在希伯萊塚說 他們披著綿羊山羊的皮 山領洞穴漂流無丁 本身世界 在山洞裡 山裡 是不是啊 地穴 有的被燒死的 有的被刀砍死的 有的被扔在獅子坑裡頭的 什麼樣的都有 或被刀殺的 是不是啊 或被火燒的 什麼樣都有 他們幾乎是他們 有了家 也被人搶跑 算不算變賣 變賣是主動的 剝奪是被動的 因為這些東西影響你 上帝要剝奪 那是被動的 有剝奪有什麼 有主動有被動 是不是啊 主動是什麼 主動去變賣 那麼被動呢 被動是剝奪 是不是啊 剝奪是被動 主動是變賣 我是在主動裡 還是在被動裡 你看 若有人要跟蹤我 就當社群 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蹤我 是不是啊 背起他的十字架 是主動是被動的 主動的 主動的 因為當時羅馬士兵 一看耶穌被不動 實在被不動的 就把這十字架放在他身上 這叫什麼 被動的 還有一個是什麼 主動的 主動是 如果有人要跟蹤我 就當社群 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什麼 跟蹤我 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要上去 今天人 耶穌總是把這件事情 放在聖經裡 耶穌總是把這件事說在前頭 如果有人要跟蹤我 就當社群 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蹤我 是吧 你看看 你看看 全世界的人 想要在世界大發財的人 他都是要救自己生命 救自己生命 正好怎麼樣 上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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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看 轉世界沒有一個不上吵生命 但今天人知道明知道要上吵生命 他還去轉世界 要幹什麼 活得好 吃得好 活得好 吃得好 用得好 過幸福生活 人知道這件事情 是 上吵生命的 但人還要救自己生命 因為耶穌說 反正救自己生命 只要上吵生命 他轉世界目的是什麼 吃得好 活得好 吃得好 喝得好 用得好 穿得好 住得好 是不是 就是為這事 那結果是什麼 上吵生命 但今天在這裡的人多不多 耶穌每一次提到十字架 都提到轉世界這問題 辨賣所有的就是什麼 就是舍己 背起他的舍架 上吊自我 上吊自我 才能辨賣自我 對不對 辨賣一切所有的 才能得回這個田地 若有人要跟著我 第一件事情就是怎麼樣 舍己 是不是舍己啊 背起他的舍架來跟著我 跟從主的目的是上吊自我生命 不是要救自己生命 那麼轉世界的人要救自己生命 救自己生命 正好上吊生命 我正常講一句話就是 天國的道理正好跟人家的道理正好反著的 對 是不是反著 天國的道理和人家的道理是反著的 你要想救正好是善 你要善的正好是善 你要想得正好是善 你要善的正好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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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當你善賣的時候 正好是善 是不是 正是善一下結果田地 是先善 善後善下 不是先善下 後善賣 對不對 OK 這是天國奧秘的正義 耶穌講的是天國的奧秘 對不對 感謝神的恩典 休息十分鐘